华人传统婚礼是两个相爱的人神圣的结合 也是至亲对子女送上诚挚祝福的时刻 就好像父母在送假的时候 会给女儿送上四点金 即一对耳环 一条项链 戒指与手环 让女儿风光入门 一身风衣子 不俗时 富贵无忧 也祝福一对新人大喜之后 福气满满 能相濡以沫 白头偕老 这是世上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和喜愿 也是喜不尽事背后的精髓 James以及Ruby 是一对准备携手共浦未来的恋人 他在一家马来媒体从事市场行销工作 他在一家英文报章担任记者 两人因为工作认识 几年交往 认定了彼此就是要厮守终生的人 你会认识我吗 筹备婚礼的过程中 他们大小是自己打理 他们明白 结婚也是两个家庭和谐的结合 他们了解自己承载着传承的责任 在华人传统礼俗上 不敢怯待 例如在过大礼的时候 James感念未来岳父岳母 对Ruby的养育之恩 在Ruby家中进行的上童仪式 其实就是所谓的成人礼 抑郁两人踏入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迎娶当天 Ruby的姐妹团设下了重重挑战 James和兄弟团闯关之后 才能抱得美人归 他也能够伸着 甚至脸到百度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他还在一起 因为他的以后 他也有事 很厉害 他也有事 他很多人 我会感受到 结婚当天的奉茶仪式则象征着 Ruby以妻子、媳妇的身份 James以丈夫、女婿的身份展开全新人生 父母也往往会在这个时刻 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 这些仪式以及步骤背后的意义重大 象征着对一对新人的种种祝福 富贵、康宁 长寿、喜乐 当然不忘子孙满堂 一代又一代 形式可能改变 但背后的意义却根深蒂固 传承的是我们共同争知重知的价值 Z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